把这个刷掉用完了 我们要把这个纸桶拆出来 那你也抵这个放气的 把这个气放了 气一放掉 这个缩回去了嘛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取出来的 对不对 这样的嘛 你要的位置是吧 像我刚刚的样式吧 我知道在这里了 对不对 我就按这个位置嘛 这样就容易找到这个基准 对不对 这样的嘛 对不对 在中间这个按就 按是不是打气进去 把这个冲紧是吧 冲它就会就站起来 站起来就冲紧 站起来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这样的 你看哦 我这样一旋 对不对 这个要调整这个的位置的嘛 调整这个的位置 这个这个这个左右的位置是吧 你怎么描述你自己想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这样调吧 就调这个 每一卷料有一个调的 每一卷料有一个调的 这个是目的是怎么呢 我们粗链一放上去 有些料它会偏的嘛 它不会跟每一卷料会卷的一样嘛 差一点点 我们就不用把气放了再移嘛 完全通过从这里来实现这个 最简单的方法了 对不对 我们不用把气放掉嘛 对对 知道 好 好 每一卷料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第一次装 它正常的 我们都把这个感应器啊 就调整的这个位置的 你等一下看哦 你看 你不要太近了 在这里 等一下我问你 再检查一下 这个是挨的 这个边边的 这个感应器会亮的 看到吗 就 就 这个东西会挨着这个边边是吧 这个 对对对 它离一点点距离 又不能碰到 不能碰到 就是说机器刚到 我们检查一下 你看 这个布料就在绕坡的 你看 每一卷料的绕坡都一样的吧 我就不理由 没必要说哪一卷哪一卷 嗯 行行行 具于哪一层在上面底下 它自己决定 嗯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 拉过来 这里上去 这样 你在这边爬就好一点 你看这样 这样的 你看这个绕坡 要拍一张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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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红点是感应的 是吗 红的 你就可以看 这个 这个东西 你看 有布料 嗯 没有布料 红色的灯也亮 有布料 红色的灯也亮了 哦 通过这样来报警的 哦 这样子的 嗯 当然这个要 在那边功能那里要 打开检测的一个功能 还会有 一不检测 再滚筒进去 嗯 嗯 这个 你不用管 你可以拉长一点 可以拉长一点 你把这个布料 一直往后面穿 你从边上走 要注意安全 从经常这样子穿进去是吧 对 从边上一起穿吧 你第一次穿料就那么麻烦 那 因为布料全部走掉了 你就要这样穿 你可以这样拉长一点 走一点 一直这样走 布料从边上走着先 走着的话 你一直往这边走 你不要打开 你慢慢慢慢 去绑好 这样 就不打 就这样走 像这个也还可以伸起来 不用压就行了 如果这个东西紧的话 就要扭一下这个东西 把它伸不伸起来 第一次要那么麻烦 不要这些东西 都要说一下 这个扭的这个东西 这个 还是扭一下吧 不用压 以后你 这里也是 拉的这么长 一定要注意安全 看我们的操作 你可以适当的 擀安全第一 不要不要打到什么 围鬼操作 这个还是往前走 不用调位置了 因为原来我们也调好了 我知道是调好了 但是它那个功能 也要说一下 它这个 一下会变点 我现在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直接一直按着这个键 一直按着这个键 这个是寸动键 寸动就是按一下走一下的 你也是这样 我原来这个为基准的话 你看这里这个位置 布料两边的 看的位置 是不是基本上宽嘛 对不对 就是说两边差不多齐 是吧 就是说两边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所以基本上一样嘛 就是说基本上一样 对齐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的 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架子 你如果以这个 我现在这个为基准 你就要调一下架子 架子 这个架子可以调吗 就是说这个架子 可以啊 我们没推是吧 前后定嘛 你怎么调都可以啊 这个东西不能调是吧 这个是动不了 动这个料 只能动这个架子 你要滚刮 这个外形的 一个外形的花纹 人只是滚着外形花纹 对 所以说你说 第一次要怎么对吗 不用 你就以它为基准 它出来的纹路 就 让这个切刀 对着这个纹路 就可以了 那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这一个 就 压它这个纹路的 深浅的 压它怎么操作这个东西 这个这样嘛 这个像它一个螺母一样 就是我们就那么大的话 让它好冻嘛 是吧 我要调 我想调这个上下 就必须要松开这一个 你看我一反方身一转 它不就松嘛 顺时针一转 它就紧嘛 晒压嘛 这样一个作用 这两边都是一样的 两边是一样的作用 然后 我们 这一个 就是切这个废料的 这个刀 这一个刀 就是把这个废料的边 滚花这个边切掉的 好 这个也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调吧 就是这个也是 我们调这个刀 也是要两个 同时压下去 好 切 效果 是吧 我们看 只要它分离了 对不对 完全分离了 只要它 分离了就好了 就是切的这个边 只要切到它分离 嗯对 不用说 一定要 压很重很重 达到那样的 切出来的 那个 效果 就可以了 嗯嗯 知道了 其实原则上 越清越好 就是只要它切断 为基准 好是吧 这个外形出来的 看的话 这个刀 我跟你说嘛 纹路在这里是吧 嗯 那正常它切在这个位置嘛 对不对 它切在这个位置才对的嘛 所以说 我们也可以判断的出来 它已经错掉一个尺 这个跟经验的好 所以我们应该从这里来 所以这个轮子要怎么断呢 这个刀 在这里的 我要把它移到这里来 意思是 对不对 这里来怎么断呢 这样一断 就可以了 好 没错 按这样说 你说 这个不是 这样断 往这边断 这也一调了一个给你看 这也一调了一个给你看 嗯 那我就不再调了 嗯 嗯 我们不知道的话 就不用硬压就下去了 慢点哈 好 现在不就回来了吗 对不对 这不就回来了吗 好 再又说 它没有一个尺的距离 它可能会少一点呢 如果要这样怎么办呢 可以调这里 这个叫微调 这微调就是目的是怎么 对这个刀的距离 我一压下去 我一转动 你看 这样 它就把布料压下去了 布料一压下去 它就往这边来嘛 一往这边来 就会变成怎么样呢 这边就会宽 这里就会变宽 你看 我调给你看 把某压才看得到效果 好 你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宽了 这边是不是窄了 嗯 看不看到 这不是很宽 这很窄了 是吧 就得看到了 以后 我把它撑上来 就轻轻轻一下 轻轻 轻轻 是吧 不能停那么久 我快点 等一下 被他们追赞 我欠他们好多钱 这完全也是 这里也只有两种方向 对不对 你试一下 你知道调这一个 是对这个刀的位置就好了 这个 知道 知道 你去让视频让他看 我就不再说了 你这样吗 不然 你这样 这样困了 不了 我上面走 再走 等一下他拉到对面那里去 你这里有一个开关 水 这个用法,你看,一打起来,可以看这个轮子,看断,它正常我们要放上去, 这样打起来,我们一接着这样方便穿料,就打起来,穿到这个缝上去,穿到缝上去,我们要搬这个手柄,让这个轮子,押拢,就是让这个轮子,跟这个铁轮,押紧,压住它,就会把它铁下去,有一点点常识人,他也知道这个是吧,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让它可以一直穿到这里也可以, 长一点也可以,这么长也可以,短一点也可以,才能过定一个,尽量让它摆平哦,这个平的放过来,这样 你看,穿到这个不锈钢,这个板的底部过去了,如果要等一下穿到轮子上面来的话,怎么样也把不好,这个也是,也是穿到这个,这个不锈钢板底部, 你不用折起来的,就这样打开来穿,是吧,这样容易穿的,没有什么难度的,你要到这里也是,把这个打起来, 刚刚刚大概也是了,没有描述到这个,牵引轮要打起来穿,就这样,啊,你先打起来再打一边看,刚刚这个是,打起来了嘛, 这样打起来就可以了,这样放下去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好,这样的话,又按寸动,按寸动怎么搞呢,把这个推进去, 它对着这个问题,你刚刚看到吧,怎么推进去吧,那这个也是的,这样抠进来,把这个料抠进来, 对吧,用手,用手把它扣进去,是吧,你按寸动,慢慢推,以后对不对,慢慢靠,就可以了, 你正拿,刚刚我拍了你的手,你正拿手去,就这样啊,用手啊,这里啊,用手按就知道是吧,可以了就来嘛, 嗯,你要看这个,有点重要啊,这个问题,要不然它,不是说我们硬怎么搞,一边按,一边推,它就进去了, 你看这个一个一样的,它进去容易,出来有点难的,看这样,出来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我们要进去怎么呢,好,你就慢慢慢慢的,是吧, 那它靠这个上去,这进来了嘛,两边的推法都一样的,两边推法一样的,这里跟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边,这边也有个可调,这个调什么呢,你看,我一调这个价子就会动,是吧,它会往这边走,因为这一个是我动的,这个布料它不会动完,你这样一推, 这个布料就会往上翻的越多,你往那边一调,这样,一死针它就往那边走,顺其针就会往我这边走, 这个这个往上翻的这个布料是吧,对啊,往上翻的多少就由这里来决定, 调这里来决定,我想多翻一点,你要调多一点,又翻多翻少,又又又根据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基准,在这上面,这有一个基准, 黑色的布料,再调一下这个角度,当然这个要分析一下,如果看得到,是在这里引起的, 那这样,在这里调一下这个,摆一下这个三角板的角度,啊,一般情况呢,这不怎么会,啊, 然后这里,一直到这里,这也是布料呢,可以一直往后面穿, 可以从边上走,继续往后面穿, 继续往后面穿, VONDELE 继续往后面穿, 能不能像在这里, 有这样的 booth吗, 一点点兵, 好, 有点点兵, 好, 一边没啥, 非常继续往后面穿, 放在ここ线上, 座续往后面穿, 肚续往后面穿, 布料,在这里布料封的不紧,你们可以收它一点先 大部分调的时候都按振动的,不少按启动的 好,可以压下去看一下纹路对不对,不对的话可以这样调 顺便给你看了,你看这里,按这个纹路的话,按这个,它要在中间的 你看,偏了很多,哪个纹路,这里有白色的,按这两头,这里一边 应该说这里呢,应该在中间,这个纹路也在中间,这里 这条纹路,这条纹路要在这两个的中间是吧 对,这条,这条是吧,其实要在这里 这个东西呢,要你自己看惯了,你才知道,你看惯了吗,你不知道的 我们一看这里就知道了,应该在中间,这里怎么聊呢 这什么山下的话也没有说了,一样的道理 这条哪个门呢 成形嘛,这个外形嘛 外形的门路 对啊 外形的门路 不拖,不拖,可以 这样子就拖来看 好,一出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 对纹路又对不上是吧 嗯,看不到 我看到 我看到 歪 这一个 就对切刀的 等下,等下,等下 这个用白色的料呢,会好 这是干嘛的 你不就以为是对这个位置嘛 切刀的位置 要切那个纹路的位置是吧 是吧 那 这边 把这个压上去 转到这边的条 这个就在条这个的嘛 切刀的嘛 那你看 那边就差不多 就那边一样放进去就可以了 是 明白 嗯 真炸过来就可以了 要来怎么呢 就不干 不要跟布料走一条 走一个路 不要跟布料走 它有那么的滚筒可以分得开的 让它分开 你顺着这个过来吧 还有如果说 是一卷 整卷的 嗯 那条呢 那个膜啊 不是拆掉再装上去的啊 那个膜 什么膜 都没有 我也跟你说不了 它外面有一层那个膜 缠着那个 知道我 知道我 那个膜是不 不是说 要拆掉吗 这个膜不用拆 不用拆 嗯 装到盘底上面去了 固定了 然后再用简单 对 ok ok 知道了 然后再按春洞 它就会 对按春洞 你看嘛 一起跟着这里穿过来吧 对不对 跟着这里穿过来之后 好 你一看到 天哪 你剪掉 那天一剪掉 你慢点 然后对准身 对 看不到 它有个槽的嘛 对着这个槽走嘛 对 对 对 这个前后偏了 这个位置 前后对不上 嗯 我们有办法 这三个螺丝 这里 这里面呢 总一圈有 五个螺丝 嗯 我们要拆掉 三个螺丝 可以钻这个了 怎么判断呢 你看哦 这里有一个两个 跟刀是 形成一个方向的 嗯 你看这个刀是这样的嘛 嗯 这两个就固定这个刀 你就不用拆 不用拆这个 不用松这个 嗯 你就松另外呢 三个 这里一个 两个 三个 嗯 这三个螺丝一松 这个轮子就可以转动了 嗯 这个轮子就可以转动了 对 嗯 这里是一条轴嘛 外面是个轮子嘛 嗯 你就松掉 一二三个螺丝 三个螺丝 你只是松 不用取出来 你就松一点就可以了 对不对 嗯 你可以转动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方向可以转嘛 然后就调它的位置 对 就怎么分呢 这样转 一线车往那边去 嗯 这样转 一时针转 嗯 它就会 啊 往这边来 这样顺时针转 它就往那边 给你看 我们这样说 我说这边是前吧 好不好 嗯 这边是后吧 好不好 嗯 我们想让这个别两条 往这边来 嗯 意思是说 我现在在这里了 对不对 我要它往这边来 嗯 这样怎么断呢 嗯 这个轮子 这样的 往历史针转 对 嗯 嗯 我们一时针断了 它就会这样往这边来 嗯 一顺时针 就往这边来 嗯 顺时针就往这边来 顺时针就往这边来 嗯 客户想知道要怎么找出这种方法 什么 你不要小范围就行 我多一点范围 多条一点大条 我才知道 嗯 我每个人都不敢打开 就会来 一顺时针 我们来看 吧